民航局宣布配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订 从今年4月4号开始 未满两岁的幼儿搭乘国内线航班可全部免费 预估每年会有5万人受惠 但是幼儿免费搭乘航空公司得负担保险费 鼎王又被查出麻辣锅号称有32种中药材 实际上只有10种 以及宣称使用天然果醋结果是公年醋 涉及广告不许遭罚20万元 宣称金针菇可以降低胆固权违反食管法 再罚80万元累计开罚100万元 猪价米价涨有4900多家连锁的龙头超商 鸡肉饭卤肉饭也要涨价5块钱了 一碗就要50元 另外连锁锅贴店也调涨部分水饺锅贴价格一成左右 让上班族的外食负担越来越大 去年8月爆出湘金风波的胖达人生意一落千丈 全台18家分店有8家一族改名 其他8家关门另外两家也将在近期歇业 而消息溢出 母公司基因国际股价开盘就打入跌停36.2元 创下历史新低 目前包括小S的先生及亚勋 公公取沁祥在内 都被以违反证交法的内建交易起诉当中 嘉义市场选举角主宝作者爆炸 蓝绿营都办初选 但属蓝军的虚农会干事 萧淑丽三号减掉象征性的国民党党政 宣布退党参选到底 新唐人的电视整理报道